各位玩家們有碰過哪些劇情 ㄎ到不行的遊戲呢 今天要介紹這一款就是一個 美國人在北韓冒著生命危險把妹的遊戲 這劇情一聽就知道是一個 87分不能再高的遊戲啦 趕快來看到底內容是怎麼樣吧 Stay Say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是款美國人製作的日式視覺小說遊戲 它的賣點就是腦洞大開的劇本 玩家扮演2021年 從阿富汗回國的美國退伍軍人 決定要到韓國見一見比友 結果卻在搞不清楚的狀況下 去了北韓首都平壤 身為前美國軍人 卻在極度排美的極權國家旅遊 所以玩家在遊戲中要隨時小心 可能會遭到槍殺 處決 或被北韓政府綁架 但是沒關係 身為日式視覺小說 一定要有妹子啊 這次的兩位女主角 是一對在北韓軍中服役的姐妹 分別是有郁婕屬性 且在軍方情報單位就職的姐姐鄭 與傲嬌但英文不好的憲兵妹妹恩蒂 這兩條感情之線給玩家選擇 製作團隊先前也曾經開發過 把坦克擬人化的坦克約會模擬遊戲 在Steam上獲得極度好評 對於這種奇怪題材 應該是駕輕就熟 玩家們就放膽去試試看吧